因为对民党来说呢 现在最后一搏 他们希望能够争取多一点的中间选民 还有更多年轻人的认同 但在吉祥造势看起来 你就发现年轻人好像似乎 这是跟先前来比流失了很多 那么这一回在台中的部分呢 他是选在台中的北屯区 事实上这是台中市长卢秀颖的一个大本营 所以当然这个较进一位十分的浓厚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两场都是呢这个大团结 都是呢这个很大型的造势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部分 在这里满满的一个空拍图 台湾市长的候选张探政就说了 从空拍你就可以看到 真的是挤满人了 而且到外面的马路 已经没有办法再容纳更多人了 但是呢绿营的车椅又要来开栓了 甚至呢来说都没有人坐满 但是有图有真相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拉近一点这张照片 满满的其实事实上 在两边这边是道路 中间其实都是人嘛 所以没有看到没有坐满这样的状况 还有人来爆料 郑克爽的粉专爆料说疑似这位他拍到的 戴着扇帽插着扇旗 难道他是下班来立挺张胜镇的吗 他疑似是郑文燦的秘书 那来这边是要来刺探选情的还是来立挺的吗 网友就说辛苦了下班还要来当测翼 不知道市长有没有付他加班费 有没有超时工作拍一些没有人的照片 然后再说这个场子没有人没有坐满 是来探路还是投诚的 更有人直接说真是个失败的间谍 还被大家发现你是谁 谢大使 对民进党事实上选举最擅长的不是正面的选举 是负面的选举 可是他们说要打正面的选举 他嘴巴说的话都是相反的 就跟蔡英文讲的说爱台湾 事实上所有做的都是不爱台湾 像我们讲的刚刚那个团团的事情 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民进党了解他从负面上来就讲 他讲的跟他做的都是相反的 那这些奥博现在是不是还奏效 还是只是一笑大方 然后图真笑柄 我觉得民进党现在他这些奥博 还有这些负面选举这些手法 已经不灵光了 其实年轻人的这个年轻的选择 这次这个选举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你看在这个陈时中在台北很多场子 出来呛瞎的年轻人很多 这个过去在台湾的政治文化里面看不太到 年轻人的话对政治在公开场合 这么明白的表示他的这个态度好恶 我觉得这次是第一次 我看到这么久看到第一次 也就是民进党的神主牌也是靠欺骗青年人 获得选举胜利的 这样一个策略 这次真的出现大的问题 那蔡英文这次浮选 可以说是历来可能是最最最最最好 这个最最最努力的一次 为什么 因为都是他闯的祸 不是说他立的功 为什么 这些提名出来这些烂候选人 都是蔡英文自己选的 陈时中票房毒药 谁叫他出来选的 蔡英文叫他选的 我们看桃园 第一个提出来的林志坚 林志坚 谁叫他选的 小英男孩林志坚 挺到底 最后他两个硕士学位都被他的学校宣告是抄袭以后 蔡英文还要全党力挺 到最后不得已 搞了一个二军完全不成气候的郑韵鹏 然后呢 跑出来代选 这跟蔡英文提名错误 绝对有关嘛 那你这个新北市的 最不想选的 林嘉隆 他讲了六次 多少个理由不来选新北 最后还是得来 来选新北 是谁叫他来 也是蔡英文 那蔡英文在提名的时候一意孤行 打的算盘都是自己 因为他怕他2024 这个下台以后 被追杀 政治追杀 因为他这个八年的任清里面 有太多有问题的案件 有太多贪彰枉法的嫌疑的案子 可能最后都被一一提出来举发 他最后变成第二个谁 第二个陈水扁 所以他是很没有安全感的 他提的都是他的小蔡家军 这些蔡家军 第一个本身问题很多 第二个没有什么能力 第三个也没有名望 也没有名义基础 所以蔡英文才会这样 从南到北到处浮选 光陈时中浮选了十几次 正的浮选反的浮选 左边浮选右边浮选 扶不起的阿斗就是扶不起的阿斗 所以这一次其实 有一个我觉得有一个 蛮好的一次这个 蛮好的一个大家可以思考的 就是说现在两岸关系 变成这样这样的紧张 我看到一个口号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投给民进党 就是投给战争 投给民进党等于就是选择了战争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大家值得深思的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 民进党这一次你想想看 在台中花这么大的力量 可是你看他那位蔡奇昌候选人 有那个条件 有那个资格成为大台中的一个家长吗 完全没有嘛 完全靠他们民进党扎这个场子 扎这个气势 我觉得郑文燦的那个 他的秘书跑到蓝营的场子 他看了他心里应该自己有谱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蓝营是没有资源的 手上没有钱 没有官 什么都没有 这么大一个场子 你在现在民进党的这些场子都靠什么 很多场子都靠着我们人民的纳税钱 动员预算 动员他们自己的在地的这种优势 动员中央执政的优势 动员这些什么 长期用我们人民的纳税钱的标案 去劝养一些他们的什么绿色走狗 这时候都叫人家出来兑现 可是这些场子表面看起来有这些人 超过两万人到场 这里面事实上跟他过去执政 不断的绑标不断的买票 不断的这种 为了自己用人民的血汗钱 来为自己辅选 绝对有关联的 所以基本上今天明星向背已经很清楚了 没有资源 得不到没有任何行政协助 没有任何执政优势 国民党可以让人民这样子的支持 手上想要有大批资源 而且还有司法破坏 还有什么 还有查水表的这些恐怖统治的民进党 只能找出两万人 我觉得这是明星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了 好现在已经看得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到底哪些人是自发性而来到现场 是出自于自己愿意来力挺 哪些人是就是因为一些原因 所以他们来到现场 那就像大使讲的 蔡总统现在左拂选又拂选 由南到北跑透透 那么在19号就是民进党籍的现场候选 刘建国在抖六取行一个大造势 蔡总统以及赖副总统都来了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来到这边 他说刘建国如果当现场的话 中央地方一条心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那么同时呢他也强调 在这一次18岁的公民权 将复决要冲出千万票才能够过关 也就是要比他2020年总统得票817 817万还要高 他跟大家喊话了 他说我知道你们是817的一份子 把人找回来在外面读书年轻人 拜托他们回来投票 确实最近呢很密集抢打 就是要抢攻年轻人的选票 还有在19号台中的造势晚会 一样千万要投票千万要拉票 18岁公民权冲出千万 好18岁公民权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 要如何通过门槛呢 根据这个条文在这个部分 中华民国自由地区选举人 投票复决有效同意票过人 选举人总额的半数 所以这次推估1930万人 所以也就是大约需要965万人 投下同意票才会通过 那通过的话也就修宪通过之后 预计会增加18到19岁 选举人大约是41万多人 大约哥 我一直觉得蔡英文还在做梦 比如说她还在幻想在2020那一场的 胜利过程当中 她把年轻人当成是自己的绿卫兵了 她认为年轻人会毫无条件 毫无保留的四死相随 不管民进党做的再烂 不管民进党再这个再阿把 不管民进党再摆烂再无能 年轻人都会跟着民进党水里来火里去 可是问题是台湾实际的状况是 台湾的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不是这样子 就他们支持任何一个政党或政治人物 的关键是在于他们能不能够看到未来 关键在于这个政党或者这个政治人物 所捍卫的价值是不是他们共同支持和认同的 这才是关键的问题 所以年轻人可能站在柯文哲这里 也随时可能离开柯文哲 年轻人可以站在韩国瑜这里 但也会同时因为民进党的抹黑而离开了韩国瑜 然后年轻人也会站在蔡英文这里 当然他也会因为蔡英文的无能 蔡英文在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防疫的这个失败 而离开了蔡英文 所以其实年轻人没有属于任何一个特定政党的 年轻人也没有属于任何一个特定政治人物的 就大家都不要去做这个梦 就是民众党也不要做梦说 这个柯文哲有阿伯在就有年轻人的选票 蔡英文也不需要去做梦说 我蔡英文当年有817 所以我现在喊话说 我知道你是817的一份子 所以你出来投票 关键是在于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是政治人物 如果想要争取年轻人的支持 我们要先扪心自问 我们有没有跟年轻人站在同样的价值的坐标上 如果我们跟他们站在一起 他们就会与我们同在 所以我看到蔡英文还在做这个美梦说 希望什么年轻人都回去投票 蔡英文没有想到吗 不管是民众党或者是国民党 我们比你更希望年轻人回来投票 我们现在在算票的时候 我们都在算年轻人能不能够都反乡投票 因为年轻人反乡投票 这一次年轻人不会站在民进党这里 台湾的选举结构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蓝绿的基本盘是固定的 大概只有25左右 剩下的50%都是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 也就是说当这50%决定站在国民党或者是民众党这里 反民进党的力量的时候 那么反民进党的力量就会获胜 当这50%决定要站在民进党这里 民进党就会获胜了 所以这50%的砝码 是决定了台湾从2014到现在 甚至未来选举成败的关键因素 所以其实对国民党来讲 我们当然希望年轻人回来投票 所以我看到蔡英文自己还在做梦 就这场选战对蔡英文来说 他唯一的可能胜算 就是如果中间选民跟年轻世代都不投票 就回归基本盘决战 那么就有可能会重蹈 当时四大公投的那个结果 还有点机会 对 民进党还有那么一点点的机会 但是这一次年轻人不会沉默的 我碰到所有的年轻人我在学校教书 我的学生没有人要沉默 他们对民进党所有的前仇旧恨 这一次要一次把账算清楚的 他们要用他们的选票表达他们的愤怒 所以年轻人不会沉默的情况之下 这些人回去投票的结果 就是让民进党败得更惨 大家就是在我们摄影棚当中 现在全天候使用的就是 旺旺水神的抗菌液 当然我们装在这个雾化器里头 就可以做喷雾清销 非常的安全 不会伤身体 一天使用好多次都不成问题 儿童孕妇也都可以使用 哪里购买呢 只要到我们这个快点购网站上头 就可以买得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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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